冷嗖嗖的天氣 除了吃火鍋 坐在烤爐前品嘗美食 也是很棒的喔 位於松江南京站附近 小巷弄裡的這家燒肉店 有很多道你別處吃不到的 特殊料理喔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 非常有特色的燒烤店 你看這麼多的食材 是我都沒有見過 那我當然要為您介紹 就是我們的Taku 你好 主持人好 Taku 你好 首先要幫我們介紹 第一道的菜色是 它是我們的五穀牛小排 我們的牛肉的話 它是烤一半就好了 烤一半 烤半熟就好了 烤半熟 然後再加上我們那個 竹竹特製的這個wasabi 竹竹特製的wasabi 這我第一次看到了 它就是要先淋上去 對… 我第一次遇到五穀牛小排 上面會加wasabi 那基本上就是 烤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其實我發現 牛肉不一定要到全熟 因為全熟它就太老了 那個嫩度就不見了 這個醬汁是 這個醬汁是我們那個 老闆娘他也是一樣 親自跟那個日本人學習的 這是蘿蔔泥嗎 不是 它是蒜泥 然後旁邊這個是辣味噌 也不錯吧 裡面有辣味噌的味道 還有話說它沒一點嗆味 微嗆 然後那個肉汁呢 整個把那三個醬融合在一起 所以吃起來感覺就是很特別 那個一般的燒肉醬 那時候就很乾掉 你就可以白拌而已 可是吃起來會讓它 有不同的那種層次感 很棒耶 那下一道要為我們介紹的是 是這個 超愛燃貝的 一般的燃貝是一定要烤到全熟嗎 還是說 對 要全熟 要全熟 對 那這邊的話 我們再幫你加一點高湯 加些高湯啊 那你們燃貝的產地 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一樣 一樣 日本 日本 對 因為我們就主打 我們就是日式燒肉 日式燒肉 加高湯我第一次看到耶 對 因為它的高湯 跟那個奶油融化有沒有 它可以提升 干貝本身的鮮甜度 這樣子 對 這也是我們族家的 做法 對 一般外面沒有的啦 對 塔古 滾了滾了滾了 可以補 我可以補了對不對 真的 現在要幫你處理一下 旁邊都會準備小碗 就是上貝一出來的話 我們旁邊都會備一個小碗 在旁邊 好甜喔 沒有偏你吧 這個很甜耶 對啊 一般的高湯就只有高湯味 不會有甜味 它整個高湯都是扇貝的味道耶 難怪你剛剛會加湯 太好了 我現在要吃扇貝了 它吃起來又跟干貝不太一樣 對啊 就是它因為有高湯的關係 很滋潤 一般我們如果是烤扇貝 吃起來有點乾乾的 對... 有點像是那種 我們在吃乾的那種 乾貝或扇貝那種感覺 看不看有把它加的 整個是烤到剛好飽滿這樣 你烤的機速也太好了 沒有 這道好吃耶 從日本進口的獨家料理 還有這道明太子雞翅 去骨的雞翅 包著滿滿的明太子雞肉 外頭則是烤到焦香度 剛好的雞皮 一口咬下外酥嫩嫩的口感 加上飽滿的內餡 真的是讓人太滿足啦 Taku 這個泡菜鍋是 這個泡菜鍋嗎 我們現在的話有做活動 做活動 有招待喔 要上我們的FB的粉絲團 我們會有一個詳細的介紹 就可以吃免費的這個泡菜鍋 對不對 對... 你看這這麼好香的都在這邊 Taku來幫你服務 你看Taku我們今天介紹了 這麼多的餐點 有這麼多特色的美食 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不妨能來可以跟朋友 來這邊吃吃喝喝 不僅可以吃到飽 還有單點 還有非常多的選擇 可以來聊這家店對不對 對 好 今天謝謝我們的Taku啦 謝謝 謝謝你